俄军对库尔斯克的乌军发起了大反攻 那么俄军能不能快速就把库尔斯克收复呢 而据称啊 俄罗斯内部的争议和矛盾也开始变大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顿评 路透社报道 支持莫斯科的军事博主就说了 俄军呢 开始对上个月进入到俄罗斯领土的乌军呢 展开了反攻 他们是从俄罗斯西部地区呢 向乌克兰军队发起的这个反攻啊 已经夺回了部分的领土 现在俄罗斯军队呢 在敌人的西侧啊 一直在往前推进 把乌军击退到了斯纳格斯基南部 小洛克尼亚河 这个以东的这个地方 而根据其他的有关消息来看呢 俄军啊 说这次已经夺回了大概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造成了乌军上千人的伤亡啊 而且呢 还损失了部分装甲类的车辆 据称呢 损失的这些乌军呢 是刚从乌冬的主战场增援过来的机械化驴 这也算是乌克兰的主力的部队了 不久前呢 那不就有消息说了吗 乌军呢 就增援了大概14支部队 不后来经分析就看啊 实际上呢 这是在战场上出现的十几个部队的番号 由此也可以看出啊 乌克兰进攻俄罗斯的部队呢 他也来自于多个不同部队的临时组合起来的 可见他的兵源也确实有问题 而最近实际增援起来的呢 那就是三个旅 其中一个呢 现在还是住在乌克兰境内的苏梅地区 随时准备增援进入库尔斯克 不过呢 现在说俄军发起大反攻啊 这个也未必 因为根据现在能够得到的有关信息啊 他并没有发现俄军啊 把这个大量的主力部队调往库尔斯克 而且乌军控制区的居民呢 俄罗斯这边也疏散完了 所以关于俄军大反攻的这个事情啊 到目前为止呢 俄罗斯国防部他也没有透露出什么消息 乌克兰方面呢 也没有什么评论 还有分析就认为呢 说从八月初啊 乌军进入到库尔斯克开始到现在 这已经一个多月了吧 俄罗斯政坛的内部啊 开始出现问题 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这争议也就出来了 相当一部分认为啊 应该是集中精力赶快把乌军给赶出去 夺回乌军控制的地区 而以军防为代表的一大部分势力就认为呢 说在评估了乌军这边的实际的战况之后呢 并没有必要调动太多的力量 在现在主要精力还是应该放在乌冬的主战场 在库尔斯克地区呢 只要把这个防线给守住 逐步向前推进就可以了 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有效的消灭乌军 给乌军放血 客观上说呢 乌军打进库尔斯克呢 这个军事意义其实并不大 而且你伤不到俄罗斯的什么 而且呢也没有起到这个违未救赵的目的 但是这一下子呀 还是打出了政治效应 一方面呢 让外界就和西方就看到了乌军呢 但还是能打的 这个通过这个打出第二战场 就拉出了新的战略空间 但另一方面呢 乌克兰也想借此扰乱俄罗斯内部 制造这政治上的压力 不过从现在来看啊 这一个多月过去了 虽然说引发了一些分歧和争议 但是并不像外界所传说的那么严重 从能力来说 俄罗斯可以抽掉兵力 但是呢 也不是说 他就很快就能把乌军全部都消灭掉 所以看来啊 俄罗斯选择呢 可能还是先把这个战线稳住 逐步的往前推进的这种打法 乌军打进俄罗斯的领土 那确实上俄罗斯非常的丢面子 不过俄罗斯他也不在乎这个面子了 他这种面子啊 今天丢 明天丢 丢了也不少了 但是呢 乌军的这种做法 何尝又不是 狭俗消耗了自己的主力部队呢 我玩了费字幕后患列人 我来说 有一个关系的做法 开玩笑 我来说